- 看起來是快龍的實戰解說 - 看起來是快龍的實戰解說 - 看起來是快龍的實戰解說 - 今天帶來是快龍的實戰解說 - 看起來是快龍的實戰解說 - 可以看到徽章的部分 - 我帶的是8%攻速流徽章 - 我帶的技能就是龍之五 - 再加上破壞死光會頻繁普攻的一套技能組 - 那當然我覺得這一套拿去打逆鈴也可以 - 因為逆鈴你也是會一直普攻嘛 - 他們快速簡單複習一下 - 快龍的一些基本常識 - 他的被動是當受到傷害的時候 - 可以減傷25% - 持續2.5秒 - 多重鈴片的被動CD是15秒 - 再來他的強化普攻 - 你只要打的出去就可以減少技能的CD - 那他的強化普攻分成三種 - 電 水 火 - 火的話是可以打出額外移損生命的10%的傷害 - 電的話是可以造成控場0.6秒 - 水的話是可以回復自身的血量 - 這一場我們帶的是龍之五 - 龍之五是可以連續疊三次嘛 - 如果你要一直疊龍之五的話 - 你就要不停的去打出強化普攻 - 讓你的一技能CD減少一秒鐘 - 使用完龍五你的攻速會提高80% - 持續4.5秒 - 移動速度也會提高 - 再來就是你的攻擊力也會提高8%到24% - 那這一波的話呢 - 我們先注意一下對方打野過來 - 我決定了走側邊進攻 - 然後但是我們的隊友傷害跟不上 - 因為被一道牆給擋住了 - 我們彼此的胸前隔著一片海 - 然後發現隊友體力透支 - 我就決定往後走啦 - 最後一個龍息看那邊搶到七七七鳥 - 但很可惜沒有血量掉太多 - 所以選擇往後撤退 - 那龍五的層數是可以在左下角看到的 - 那我這邊的話因為怕對方想要過來投球 - 所以我在這裡多待了一會兒 - 多休息了一夜 - 然後之後再回到野區 - 那麼剛剛的那一波Gank呢 - 雙方都沒有投到球 - 算是還好 - 那我有帶焦點鏡 - 所以可以看到我們是有打出暴擊的 - 那我們這一個帶法呢 - 是打出一個尾射手的感覺 - 好 那等等時間呢 - 就要到了 - 揮掐一鏡告掐戰嘛 - 已經要8分鐘了 - 看到殘血的吸盤木 - 他丟了一道牆 - 做了最後的掙扎 - 但是該走的還是得走 - 這邊暴擊文在我後面 - 他已經上到5等了 - 被海盾爆摔 - 不過沒關係他們的隊友呢 - 並沒有跟上 - 所以我選擇再回到隊友身邊 - 然後站在邊邊角角 - 持續普攻 - 搭配隊友收掉 - 這邊有一個火恐龍 - 頭肌悠悠 - 早敢不逃啊 - 掰啦 - 那我這一波的話 - 算是成功的 - 拿下了 - 這邊七七七鳥的控制權 - 那對方的G色塑膠靠過來了 - 我直接黏上去打 - 他看他有沒有什麼招 - 沒什麼招 - 就直接當場讓他回去吃溫泉蛋 - 沒問題 - 那有些會帶破壞時光的快龍 - 他是會帶力量強化的 - 那當然那個也可以喔 - 因為我們的破壞光線也是有分乘數的嘛 - 隨著你的龍之五 - 破壞光線的傷害也會疊起來 - 可以打出最大生命值%數 - 從這個0%到20% - 所以為什麼破壞時光這麼好搶大型地圖物件 - 當你這個龍之五疊到三層的時候 - 本身攻擊力就增加了24% - 然後再加上破壞時光也疊到第三層 - 再加上這個力量強化 - 哇那一發破壞時光噴下去 - 視覺效果就像豆花掉在地上一樣 - 好那現在這個局面 - 雙方都是僵持不懈 - 雖然劍拔弩張 - 但你可以發現我們的路人雙排隊友 - 選了雙射手 - 不打緊還呆在下路死都不上來 - 時間都已經超過啦 - 飯都已經放涼了 - 死都是不上來 - 那也算了沒關係 - 我們就在這裡吃吃野怪 - 然後等級來到9等 - 9等之後的快龍的暴擊率 - 會來到多20%了 - 會有回血的被動 - 這樣我們就像魚仔 - 打底下咻來咻去咻來咻去 - 我眼睛一直看著下路 - 看他們到底是有沒有要上來 - 那對方感覺也沒有想要打 - 那我們就繼續在這裡晃 - 那他們火恐龍死掉之後 - 發現對方下路有兩隻 - 那我們這邊直接開扁 - 成功的先收掉了一個吸盤摸我之後 - 我決定直接來打電柱 - 那電柱的血量剩下一半 - 我們這邊龍之五繼續疊 - 龍之五現在是3層 - 破壞時光抓了之後 - 結果他剛好走位回血 - 裁判裁判可以這樣嗎 - Oh my goodness - 這一邊的話直接被對方搶走 - 天啊 - 電柱跟我方下路的人 - 都是他們的人我要怎麼玩呢 - 反正我這邊發現 - 橘色速消的走位有點離奇 - 而且他血量剩一點點 - 我決定直接開箭 - 大招飛過去 - 把雞排摸給他撞起來之後 - 之後呢 - 我直接破壞時光抓了 - 馬上按清醒 - 因為我怕被控制住 - 那這邊呢 - 再龍武往前推進 - 直接普攻普攻就好 - 雖然有兩顆果實給他吃 - 但是呢 - 還是必須say goodbye - OK 那上路這一波的話 - 我們果斷放下電柱 - 然後往前投球 - 那有點尷尬 - 我沒投到 - 就再往前一點 - 那不知道會不會有人來阻止我 - 那看起來是阻止不了啦 - See you next time - 馬上龍之五過牆 - 掰掰 - 破壞時光抓了 - 好我也掰掰 - 好那我這邊稍微滑動一下地圖 - 發現隊友跟吸盤魔鬼正在蹦地 - 那吸盤魔鬼呢 - 自帶Sparlight - 我靠過來之後發現 - 好像有人投收啊 - 好那我用了一下龍武之後 - 再丟出破壞時光 - 這樣才能多疊一層 - 那剩這個暴擊魂呢 - 他也直接開大了 - 不演了 - 那這邊很可惜喔 - 我龍之五的層數剛剛是斷掉了 - 不過沒關係 - 這個小小威力的破壞時光 - 還是收得掉 - 那龍之五呢 - 比如說你疊到三層之後 - 使用破壞時光啊 - 那個三層還是會繼續維持著 - 那你要持續的 - 去打出強化普攻 - 讓自己的E技能CD減少 - 然後才能再使用龍武 - 那這樣你的龍之五 - 就可以一直維持在三層喔 - 這邊遇到一個疊進草叢的噴火龍 - 把他收掉 - 收掉之後呢 - 對方死了兩隻 - 我趕快過來開這個電柱 - 那可以發現我們的射手群們呢 - 依舊沒有站在這裡 - 好我這邊先往後拉 - 然後破壞時光抓囉 - 又被搶掉了 - 天啊 - 我知道有觀眾又要酸我了 - 所以呢 - 我大招直接開起來 - 我很生氣 - 我生氣之後後果很嚴重 - 先砸死了吸盤魔偶 - 那這個暴基紋血量最少呢 - 也是成功普攻帶掉 - 最後噴火龍給我撞上來之後 - 大招飛起來 - 但是他居然往後走了 - 天啊 - 這是什麼樣的這個龍族 - 席龍族的感人畫面啊 - 這背後一定有一段溫馨的故事 - 那我覺得這一個 - 居射速箱走位真是相當差勁啦 - 我常常都看到他站的很前面 - 相信他們的隊友也是一個頭五個大啦 - 那我們的居射速箱呢 - 基本上常年躲在下路 - 所以也無從判別哪邊的居射速箱 - 讓人比較頭痛 - 但居射速箱這一個版本走線的確是不好的選擇 - 會讓隊友看到先喪失一點鬥志 - 但還是有走線不錯的居射速箱啦 - 其實我們下路這兩個射手下塔酷的是 - 不錯啦不錯 - 那這隻噴火龍轉角打就曬又跌到草叢裡 - 再一次的回去吃溫泉蛋 - 那我這邊來講一下龍之舞的強化效果 - 就是在11點之後 - 如果周遭敵人的話 - 可以再額外增加跑速10% - 持續4.5秒 - 那我們的破壞死光呢 - 就是在你序列過程當中 - 會增加50%的減傷 - 這邊的話呢 - 對手呢 - 再上路肉頭了三隻啊 - 然後一隻先止一步 - 還有另一個不知道誰在左上方 - 那這一邊投球的話 - 是肯定不會有人阻止的到 - 所以我們就順理成章的把下塔給帶掉 - 那對手呢也是蠻聰明的 - 馬上呢 - 到我們上塔投球 - 我們上塔呢 - 剩下大概60顆 - 剩下40顆 - 那現在時間距離天空龍出來 - 還有30秒 - 那這段期間我們就盡量看隊友在哪 - 就跟著隊友走 - 因為不要讓隊友自己感受寂寞 - 覺得冷 - 特別是我們這個射手雙人組 - 那我們可以看到 - 我們的皮卡丘 - 在對方的主堡 - 那個真的是救不了 - 那個真的是無法囂張到對手的主堡去 - 那不過也還好啦 - 因為我相信這點時間 - 他們應該不敢開列空座 - 但我發現我們的家射手站位有點奇怪 - 他們想要直接開列空座 - 那我就直接跟著他們一起來 - 那這列空座瞬間就被秒掉了 - 那馬上開清醒 - 解掉爆肌紋的爆摔 - 那對方的先知一步靠過來 - 馬上用龍柱貼近他一個破壞時光抓了 - 對方的噴火龍想要讓我飛高高 - 但是我讓他知道什麼叫做 - 飛得更高 - 看得更遠 - 我直接飛到鏡頭之外再回來 - 最後因為我飛得比較高 - 所以他選擇投降 - 那今天這一個破壞時光的快龍 - 因為畢竟不常玩 - 所以在搶野怪方面 - 我的確不是一個專家 - 馬上就被語音警告 - 因為我都沒搶到電柱 - 所以他們檢舉我 - 今天這部影片到此結束 - 掰掰 - 後庭小部影片到最後一к - 麻煩 - 還會 - 再一次 - もう一步 - 把握扶